眾所周知,水是生命之源 人體每天都要有足夠的水份提供 才可以保持健康狀態 想要循環良好 代謝能力提高飲水技巧 可得掌握 有些人飲水不持續 會口乾泄醋甚至影響器官功能 有些人經常過量飲水 亦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因此要了解哪些飲水的行為是錯誤的 盡量不要犯才可以維持健康的狀態 第一點,不控制水溫 有些人只知道飲水對人體健康有重要的意義 但不知道很多細節不可忽略 特別是水溫要把握好 溫度太低的冰水對腸胃有刺激性 如果本身容易胃痛 脾胃功能差,飲了冰水之後會凹凸 甚至腰胃痛的症狀 而溫度太高的熱水 就會對消化系統黏膜帶來刺激 容易引發炎症 有些人飲滾燙的茶水 還會增加食管癌的患病率 因此在飲水的時候錯誤的不要犯 應該等到溫度適宜再飲用 一般選擇溫開水最為合適 第二點,不注意飲水量 一天之中要分為多次飲水 每次飲水量不要太多 才可以滿足身體的需求 又不會增加代謝壓力 有些人經常口渴才飲水 覺得口渴是需要水分的信號 因此連續幾個小時沒有飲水 口渴之後才來補充水分 殊不知 口渴已經是明顯缺水發出的信號 還有些人持續大量飲水 容易細胞水中毒 增加腎臟代謝功能 這些錯誤不違反 正常的做法是每天不同的時間段多次飲水 才實時提供水分 第三點,直接飲自來水 飲水亦是一門學問 錯誤的做法是飲用自來水 有些人自來水沒有燒開直接飲用 但不知這種行為有健康隱患 自來水雖然經過自來水工廠各種過濾、消毒 但經過各種管道依然有污染的風險 自來水需要過濾之後高溫煮開 等到溫度適宜再飲用 可以確保安全達到殺菌消毒的效果 飲用之後更加安全 而有些人直接飲自來水可能會影響機體健康 第四點,用飲料代替水 有不少人想要飲水時用飲料代替 覺得飲料的主要成分亦是水 可以達到解渴補充水分的目的 但不知大部份的飲料是不健康的 特別是那些高糖飲料 飲起來很甜 可以吸引人的味蕾 但飲用過多,血糖會波動 還有些人療酸指標高 跟長時間飲飲料有關 有部份飲料還添加了各種色素、香精 飲太多對健康沒有好處 可見想要飲水調節身體滿足需求 不可以用飲料代替水 所以要